就是我把繩位取回來的時候 一樣跟我睡三天 一樣把繩主牌放在我的 房間裡面的書桌上 女婦 好睡啊 香燒燒燒的 準備他面子去洗面 然後天亮的時候還準備 一碗飯然後幾種菜 香燒的 女婦 自己好過 你怎麼叫她女婦 因為你有感情 你說要怎麼叫她 女婦 自己好過 但是在第二天就不放過你了 你這樣子講的話就... 對... 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起來 就可以畫那個世界地圖了 會痛... 觀眾聽得懂 黃慧中小姐 不是你的故事 當然 在上一集跟這一集 我們聽到兩位先生 還有吳媽媽她們講 都是她們親身去經歷的 那我現在要講的這一段事蹟 雖然不是我本人 但是我們也親身參與了 親自都參與了 這是關於我表姐跟表姐夫結婚的事 那就是我表姐她是長女 那在她們娘家的時候 家裡的一切事情都是她在... 她在控制 她在主宰啦 她爸媽好像是比較沒有意見的人 那表姐比較能幹 那家裡一些地面什麼都她在帶啦 生意也都她在做 那麼這個表姐嫁... 還沒嫁給表姐夫之前 她有一個妹妹 在六歲的時候 患的是屬於腦膜炎還是什麼的病症 這她都是我媽媽 我們都有去照顧幹嘛 還有這個小表妹過世的時候 一切的喪事什麼都幫她調理好了 這我們都知道的 那後來表姐跟表姐夫結婚了之後 大概也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那那段要發生事情的那段事件 就是娘家媽媽爸爸兄弟那些 陸陸續續的都發生一些 不是病就是車禍 反正很多都是很多一些 亂七八糟的事情發生 那那個表姐的媽媽就覺得 這個事情很奇怪 不是一般的說家裡說運氣不好 還是怎麼樣而已 不是這麼單純 就還是一樣去關心 就像我媽媽說的 人家都有什麼事情 搞不清楚 醫生看不出來 自己想不出來 就去關心她 結果神明就講說 你家有一位姑娘想要嫁 她想想說 我家就是一個女兒已經嫁了 她說你再想想 你家裡還有一個姑娘沒有嫁 好像是很小的時候 就已經過去了 結果 表姐她媽媽就等於阿姨了 想起來 對啊 已經忘記了嘛 而且那個小孩子 那個時候小孩子嫁 過去的時候 都是隨便這樣一張 不像現在大人說 還有什麼都沒有 她想想 對啊就是有那麼一回事 但是她心裡一直不敢講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神明講說 她那個姑娘指定要嫁的對象 就是她大女兒的丈夫 就是我表姐夫 她說她看上了她 她就要跟她姐姐一起 就是要同一個丈夫了 那她這個娘家的媽媽 心想她女兒的個性她了解 她也一直不敢提這個事 到後來了變成 這個女孩子想 她們這邊一直都沒有回她消息 沒有幫她辦這個事 她除了鬧了她娘家之外 她就鬧到她姐姐家去了 鬧到她姐姐家去了 那姐姐結婚去 雖然生活不是很富裕 但是還不錯 那個表姐夫也是很認真的在工作 有三個小孩嘛 那三個小孩就是 老大還算正常 那老二就是 就是出生了多久 就患了有點那個小兒麻痺了 那那個時候老三還非常的小 就突然發現一個狀況 發現一個狀況就是 他們做那個 他們是做一些什麼 愛氧化碳 什麼鋼瓶之類的東西 突然間一個罐子爆炸 那個好巧不巧 她就從表姐夫的這個手這樣削過去 就把她一塊肉給她削掉了 那就醫治了相當的久 一般來講說這個 並沒有傷到筋骨 只是皮肉之傷 應該是藥膚膚 什麼打打針消炎就好 可是她治了很久 又縫了 縫了很久 那該拆線的時候 老是找不到線頭 已經這麼久了 應該好了不好 這個樣子偷不是辦法 娘家那邊也不平安 就叫她說 那你乾脆自己去燒個箱 許許驗 你跟對著你妹妹講 假如說 你給她一個期限 給她一個期限 如果說這個事情真的是她 在搞蛋的話 給她一個期限 叫她給你一個圓滿的答戶 你就答應她 那表姐她就 反正那時候也沒辦法了 看著自己老公這樣子 傷都是很痛苦 心也痛 那家裡好幾口人 就要靠她工作 那她就答應了 她就上香了 上香她就對著她那個妹妹 小姑娘就跟她講了 她說好 如果說你姐夫這個傷 明後天要去拆線 讓她能夠很順利地把傷好的話 這傷好了 我就跟你辦這個事 這個姐姐就答應了 好了 這隔了兩天之後到醫院去 裹著那個 她那個線頭就自己扶上 皮膚上面來 就扶到皮膚上面來 就很順利地把那個線拆掉了 這樣就有旅行條件了 可是那個事情 這個傷好了之後 那姐姐想賴皮 表姐想賴皮 她想是我妹妹嘛 那有什麼關係 她就 她是 也是一個鐵齒的人 那就算了 這事情就過去了 過去那個小姑娘 大概還蠻有耐心的等 等了有一段時間 大概經過半年之後了 沒消息了 那家裡又出事了 那個老二是個小兒麻痹 平時行動都不方便的 她竟然會爬到一棵樹上去 她竟然會爬到樹上去 然後從樹上摔下來 再把另外一條腿摔斷掉 這個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平常在路上 平路平地走路都不能走的人 他能上樹 上樹然後下來 下來就 只是斷掉另外一條腿 那這個事情真是很不可思議 大家怎麼樣想說 怎麼這 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那就想想 是不是你這個事情沒有辦 幹嘛幹嘛 他們自己心裡知道 心裡有數 這次好了 這次就慎重一點了 慎重一點的就講 說好 你在多久之內 我這個兒子 能夠好起來 腿能夠好起來 我就跟你下聘 那個下聘 那娘家的人就很高興了 其實之前就已經跟她 溝通過好幾次 她說你只不過是說 讓她一個人排位過來 因為她現在沒人工 沒有人工 然後這個姑娘家過世了 娘家也不能上神 說也不能去拜她 也不能拜她 所以說她現在就是要找一個歸宿 只是說你把她的排位 迎回來 然後就是說有個後代去拜她 這樣就可以 可是表姐就是 她就是不點頭 所以說陸陸續續 家裡發生這麼多事情 這個兒子病好了之後 好啦 那他們就談親事了 然後到了表姐夫結婚的時候 就是去取這個排位的時候 全家親戚啊 他們南方的那邊姐妹兄弟都來 我們女方的這邊姐妹兄弟 也都來 也都來 就是吃喜酒啦 一樣的 他們的排位就是 用個很漂亮的托盤 然後那個排位放在托盤上面 前面他們南部到二十幾年前 他們賣服飾的服飾店 都只是一個衣架而已 那上面就用一個 用一個那個紙板 有個照片 很漂亮的日本人的那個 那個型的照片 放在上面 然後用個娃娃的 娃娃是那個臉 就用一個人 像人那麼一樣大的頭這樣 代表新年 對 那裡面一生人坐著這樣 就在排位前面 然後一樣 那個頭沙 白沙 白沙掛了 一樣給他掛耳環啊 耳環啊 像是不是那個手勢都有 就真的嫁妳的這樣子 嫁過來 那我們那時候看到的洗俗 就是說 在結婚 結婚新娘來的這三天 飯桌 吃飯的時候飯桌 一定 表姐跟姐夫的中間 一定空一個位置 還有另外一副碗筷 一樣 對 就是等於他們三個人 就這樣 那這個新娘 一定要偉大在中間 那這個老新娘 就是表姐她就要在旁邊 那吃飯的時候一樣 是表姐夫吃飯的時候 她自己吃什麼菜 就是一樣要曖昧 就是一樣這樣子 晚上睡覺的時候 晚上睡覺的時候 嘛 三天 就是表姐要讓開 讓表姐夫跟新娘同床 就是擺一對枕頭 娘夫枕頭兩個人睡 但那時候表姐不願意 就不高興了 不是她不願意 她說為什麼我要讓開 為什麼要讓開 難道他們 那她就堅持要擺三個枕頭 就三個人睡 擺三個枕頭 她就是要跟表姐夫同睡同床鋪 她說反正這個無形的她看不到 她就是很鐵齒這樣 第一個晚上她擺三個枕頭 三個人睡了 那個晚上到半夜 半夜的時候 那個表姐就渾身就不舒服 不舒服 然後又是熱又是冷 然後又肚子痛 第二天一整天 第二天早上起來要奉飯 要吃飯什麼都要燒香 要叫幹嘛 要端洗臉水幹什麼 這些事情她都很不情願做的 但是不得不做 那她很不舒服 她就一整天肚子都痛 吃藥打針看醫生都還是痛 又有人跟她講 你不要鐵齒 人家該怎麼樣做的就怎麼樣做 你不要這個樣子 那到了那個晚上快要上床之前 她還是在痛 還是在痛但是沒有辦法舒服 她就講 好啦好啦我今天晚上不進去了 我今天晚上不進去 就讓給他們 她就好了 她就慢慢慢慢就好了 所以還是有戰有欲的 對沒有錯 這個是不是說戰有欲 有沒有不知道 但是這個規矩應該是這樣子 這個仙人他們他們所列下來的規矩 都是這樣 因為也是同村也是有很多人 有冥婚的經驗 大家都按照這樣做 你覺得他們之間相處得還好 他們之間現在相處很合的 應該很合的 因為經過這麼多次了 經過這麼多 偶爾的時候這個表姐會稍微鐵齒 鐵齒一下妹妹就會教訓她 這都是姐妹的家人 對 但是不管怎麼樣 按照備份者來分 也是以那個民者為大 對 也是以民者為大 所以說你活著的人 你不能不信 這些事情不能不信 他們之間相安無事就好 自從冥婚之後 那麼娶了這個姑娘進來之後 姐夫的事業 就是一年一年的改善 馬上買房子 然後公司成立 跟人家投資都成功 名利方面都雙手 對 好像聽到都是這種 這麽獅子幫助我賭 但是提到 提到那個 還是有賭房花圖 有 還是要圓房 是 我記得曾大俠以前 掌聲中 衣服 爬過來 但是 就是說我把繩衛取回來的時候 一樣跟我睡三天 一樣把神主派放在我的 黃金裡面的書桌上 爺爺 好睡啊 香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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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幾種菜 香燒燒燒燒燒燒燒ήσ 娶嚇 娶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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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啊 這樣能講啦 娶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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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吧 但是那第二天就不放過你了 你這樣子講話應該有笑聲 對不對 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起來 就可以畫那個世界地圖了 誰聽我 觀眾聽到甚麼 該不該問 其實就是夫妻彼此之日 因為剛剛黃姐這樣提到的話 其實等於就是有洞房 那所謂的洞房 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可能就是親密的一個關係 甚至於就是再延伸到 所謂的性生活 其實我打岔一下 這話本來我不應該講 因為我自己也有這種經驗過 剛剛這個小姐她講的時候 為什麼她這個表姐 跟她的小姑娘 為什麼要三個枕頭 這個台灣公主很不好 三個人照相就不太好了 三個人同時照相中間的 會倒大霉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名字 西架姑娘 她可能會把 她就是要晉升到 這個真正的人身上 西朗甲 西朗甲 死人是很值得 你跟她講什麼 她就怎麼樣了 何況有這麼多風俗 而且是原本就有血緣關係的姐妹 你做姐姐 我妹妹死掉了 你姐姐 連這一點道路都沒有 那整道是應該的 對 而且她還算是不錯 良心不錯 如果這個妹妹 把她附身到 這姐姐身上來的話 那麼這個姐姐這一輩子 她是要平直的 沒有 我們想問的是說 還是我來問 有沒有那種實質的接觸 就所謂的性生活 有嗎 有感覺過 真的嗎 我在 搶著行出發的第二天 一次的感覺 那麼後來我現在這個老婆 沒有多久我都起現在這個老婆 現在生兩個孩子了 剛起來沒有幾天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 我說你也要跟她一起休息一下 因為起進門了 因為第三天同時要回鄉家 因為活人也要回到死 死者也要回鄉家 而且起第三天回來 我帶我現在能夠呼吸 還陪我睡覺這個老婆 先回到她良家 到了第六天 我帶現在還能夠呼吸這個老婆 到不能呼吸的老婆家裡 去做得這麼輕 當時當天回來的時候 那天晚上我在我那個夜母那邊 也跟帶了小子去 晚上很晚才回來 那麼回來的時候 我夜母就說 不要動了 在睡覺 房間看著看 在三重而已 我想說也對 結果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再跟我太太在開車 我一路上開車 再跟我太太在抬槓 因為夫妻已經 那種生活已經 滿多的 滿正常的 但是沒有看過她有這種反應 然後我老婆回到她的計畫 她向該到底 意思是說 我意思是說 奇怪從來沒有這麼熱情過 沒有這麼燒包過 昨天怎麼這麼燒包 這麼興奮 然後我老婆說 誰整個在家裡 因為我老婆人不善於講廣話 那她那種感覺 她不是一個本 她平時的作風 那天晚上的作風 跟平時不一樣 但是你也沒有看到就是 但是沒有辦法去看到 感受 對 黃忠祐有聽過那個表情嗎 這個要當事人知道 這當事人這事情不太好問 馬先生 我可以這樣問嗎 可以 其實 他一定有 他一定有 我確定有 因為我很簡單舉個例來講 如果一般來講的話 這一點我要先打殺 這是我因為自己很懶惰 我碰到事情我都去追根究竟 如果今天娶新豬白 以前她有太太 有娃子 就像剛剛這位嫂婦人一樣 她已經先結婚了 有娃子了 然後再娶新豬白 這另當別論 那麼如果說今天她是 先娶新豬白 後來再娶婆人當老婆的話 不一樣 生出來大部分都是難得為主 這樣子 因為很簡單 討相詞嘛 討相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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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暗中會讓你信 對 你這無形中 你就一定一定會有這種觀念的 因為她講過她有兩個嬰兒 都是難得 對 有沒有 自己的感受 不是 那個基本上 如果有就不用說了 洞房發主言那一天 隔天起來我們全家人 跟我們樓下的親家母 他們都嚇了一跳 怎麼了 我好像有跪下去 我那個臉的 紅的 綠的 藍的 全部都有 被人說完或什麼 太熱情了 不是 不是 還沒有講完 我自己不知道怎麼回事 後來找到半天 結果原來是買了一套 新的韓國那個絲背套有沒有 枕頭我懶得把那個塑膠套弄掉 上面都韓國紙 有紅的 藍的 綠的 我又睡不著這樣 翻來覆去 都那邊印的紅的 綠的 藍的 所以你的答案是沒有 有過那種經驗的 對 我會先回憶一下 下次再回憶一下 沒事 幹嘛流那麼多汗 妳問我 我說她 我沒有流汗 就是印不上去的 因為那個通常如果說 沒有 她是講妳那一天 怎麼會印上那個纏色 一定是有冒汗 一定是有冒汗 有粗油或什麼 對啊 有一點把妳頭這樣轉轉轉的 現在小朋友再也不要問我 妳要聽誰說給我嗎 那妳的姿勢也好 她不是說 但我有一個感覺 不可以睡我去植 那三天來 真的不可以睡我去植 因為她白人的枝頭 我就睡在旁邊 我睡在旁邊 我現在才睡在旁邊 我就整個人像 那樣像我大小頭 那樣 接到藍的 對 像我大小頭 所以我每個人都很聰明 我都很乖 所以我每個人都很聰明 他比較不讓我靠 只不過我如果不認真 如果要帶我的枝頭 他就像要把我拿櫃 這樣就整個人都像 很丟臉把我拿櫃 這樣就不用賣櫃 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 個人的感受 好 故事應該還是有很多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以後有機會再請諸位 再到我們節目當中 以後 那這個冥魂大揭秘 這兩集 希望大家能跟我們一起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